大雨狂炸 新北市淡水下午也降下了豪雨 老街几乎都被大水给覆盖 只要车子经过水就冲进了店家 而附近正在施坐排水改善工程 有民众没有注意到积水高度 一脚踩空还跌进了水里 淡水老街的路几乎全被积水覆盖 车子经过瞬间掀起水花 尖叫声四起因为当眼挡不住 根本寸步难行 水深高度超过了脚踝 排水系统来不及宣泄 不受驾驶惊通过 水淹过半个轮胎高 其实就没这么幸运了 车子抛锚停在路中间 就看到水不停往店家里泼进去 店员只能拼命扫 但一有车子经过水又淹进来 雨很大我们水后面都淹过来了 脚踝上面吧 不过对面是有淹到他们里面 27号校一点多 鲜北市淡水降下大雨 湿雨量一度达到42.5毫米 通正路上的淡水老街 正在施坐排水工程 结果就有民众因为看不清楚 一跤踩进水里当场摔了下去 路人有掉到那个水沟里面去 对因为那个忽然可能被水冲倒了 他没有看到他就走 因为都淹掉了嘛 路面都淹掉了 店家抱怨每逢大雨就会变成这样 但排水设施改善工程 最快下周就会完工 店家们只期盼下回碰上大雨 千万别再淹了 接着杜萱侯震伦先北市报道 台北市在今天下午同样也是下大雨的状况 那么水利数更是两度 针对台北市的士林区发布了一级警戒 整个下午雨势都非常的大 地势比较低的福林路 还有中山北路口更是反复淹水 现场一度拉起了封锁线 禁止人车通行 而建坛捷运站旁也形成了阶梯瀑布 让路过的行人寸步难行 轿车一经过立刻激起大片水花 整条马路根本变成水路 台北市士林区二十七号下午 被震震豪雨狂炸 水利数现在一点半发布一级警戒 地势比较低洼的福林路中山北路口 积水是淹了又退退了又淹 警方到场一度拉起警戒线 禁止人车通行 淹水的话可能我们就是要 先把车子挡起来不然会有危险 积水平均是做 可能他没有听到叫淹水比较危险 远景忙着疏导交通 环保局也敢来疏通路旁水沟 原以为雨势会趋缓 但隔不到两小时又有暴雨来袭 下午这场大雨 实施相当的猛烈 一般排水管线根本就来不及宣泄 在台北建坛捷运站旁边 甚至还出现了这样子的阶梯布布 下午三点多又见大雨下个不停 中山区士林区都最度发布警戒 建坛捷运站旁的阶梯瀑布 更是让一个个行人过不去也躲不开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觉得好恐怖 我鞋子都撕了我想说就算了 豪雨狂蟹整个下午路上行人骑士 就算撑伞穿雨衣还是湿透透 提醒民众多加留意天气资讯 避免夜凌晨了落膛机 借当同黎明州台北采访报道 宜兰降下了好大雨 这个雨水像是瀑布一样 不断地灌进宜兰大学停车场 还有多处路段也出现了严重淹水 马路变成了小河 民众只能够涉水而行 大量雨水像瀑布一样 灌进宜兰大学停车场 平方的车辆通通泡在水里 就怕再淹下去车子会抛锚 趁着雨小了一些车主纷纷赶来一车 好 这样可以开出来吗 眼前这个场景让车主看傻眼 停车场的水淹了足足有20公分身 民众只能沿着停车场周围寻找爱车 对 这样没打电话 赶来一车下了好大一跳 幸好停车场只有一层楼 否则继续淹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到歪头一看闪电伴随着 轰隆隆的雷声不断 宜兰27号下午降下好大雨 造成许多路段严重淹水 民众苦不堪言 哇 这样没有车 车去车要怎么跳 车去车 这没有车 雨水冲刷路面 神龙路复兴路淹成一片 行进的汽机车溅起大量水花 雨势越来越大 淹过汽车半个轮胎 马路都淹成了小河 快淹上来了啦 淹水越来越严重 路旁的店家通通泡在水里 都没办法做生意 水也淹过脚踝 民众只能涉水而行 傍晚时雨势逐渐趋缓 警方在路边疏解交通 受到西南风增强 以及对流云系旺盛影响 全台这两天都要特别注意 突发雨势 记者李柯彦宜兰兰报道 今天受到了西南风增强 再加上午后热对流旺盛的影响 从北到南几乎台湾都在下雨 那么到了明天 虽然说西南风就会减弱 但是中南部整天还是要 严防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 那么北台湾也要慎防 午后会发生大雨 另外继续要带大家来看到的就是 目前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上的热带扰动 预估最近几天就会增强成为 今年的第九号台风 梅沙 气象局局长郑明典更说 一旦热带扰动形成台风 将会成为一个大台风 那么希望届时它远远通过就好 因为这个台风太大太强了 台湾不欢迎 暴雨突袭害得急车骑士措手不及 听等红灯慌忙穿上雨衣 午后热带流旺盛让北台湾大雨狂蟹 至于中南部西南风带来的 丰沛水汽也不断移入 虽然到了28号西南风会逐渐减弱 但水汽还是偏多 在中南部的沿海 尤其是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 受到陆风跟海风的那个 符合的作用的影响 对流移入的状况之下 我们当然不排除会有一些短时的强降雨 气象局提醒周五中南部整天 还是容易出现短暂震雨或雷雨 不定时会有局部大雨或好雨 而东南部一带也容易出现局部大雨 至于其他地区白天多云 但午后还是要严防热对流大雨突袭 同时更要关注 菲律宾东方海面上的热带扰动 因为未来这几天就有机会增强成为 今年第九号台风没啥 往北的几率会非常高 所以很有可能像过去这几个台风一样 经过台湾然后不会接近到台湾 但台北洋高压明显的东退了 未来可能是周末的第九号 所以下个礼拜说不定还有第十号 大环境有利于台风接力生成 气象局局长正名点更颇文示警 按照目前模式预测 下周台湾附近会有个大台风 希望它远远的通过就好 因为实在太大太强了 台湾不欢迎 这扰动靠近台湾家门口 让气象局绷进神经 这些总报道 最新国旅交通部观光局 祭出了安心旅游补助 人本规划补助到10月底 但是因为民众的反应太热烈了 现在经费吃紧 恐怕只能够维持到9月初 业者非常的担心 就向政府喊话 千万不要雨天收散 否则旅行社要倒一波 而观光局就估算了 需要再加码34亿元的经费 才能够撑到10月底 而昨天交通部长林佳龙 就希望可以向行政院来 争取经费 但是行政院长苏仁昌就回复了 说要把钱用在刀口上 隔了一天协调之后 今天行政院先请交通部 挪用部内的 16亿元的预算来支出 但是这笔钱 恐怕也只能够撑到9月底 已经请护院长和主机长和交通部长 一起好好盘点 斟酌 结果还有其他更需要 纾困的产业 我们还是会把钱用在刀口上 前一天才要交通部 把钱花在刀口上 隔了一天 行政院和交通部似乎有了共识 安心旅游经费缺口 已经找到钱了 行政院请交通部 先挪用振兴经费 一共16亿来支出 行政院初步是同意我们把 原本在纾困跟振兴里面的 尤其是涉及到国际宣传的部分 能够以缓积极来运用到 安心旅游不足的预算 交通部观光局原本估算 需要再加码34亿元经费 才能够维持原本的补助到10月底 不过现在行政院只愿意 让交通部先挪用 补助国际旅客来台旅游的 16亿元预算 维持原本的方案 金额不堪办 自由行住宿 每人每晚1000元 但似乎只能沉到9月底 这也引发外界质疑 难道是先抢先赢吗 这个先请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这个目前金牌有一些缺口 那这些缺口我们持续在 跟行政院做沟通 上个月观光局还在脸书发文 谣言退散 安心旅游国旅补助 一路玩到10月 没想到一个月后 经费不足挖东墙 补西墙 当初承诺恐怕跳票 这种报道 安心旅游经费话题持续延烧 不满原本规划到10月底的补助 现在可能要喊咖了 那么旅行商业同业工会 跟相关的同业在下午 共同召开记者会 希望政府能够信守承诺 让安心旅游政策能够持续上路 旅行业者表示 如果安心旅游补助提前喊咖 不仅会造成民众权益的损失 申请也得先抢先赢 不少的旅行社 还得面临资金带电的状况 到最后是领不到补助的惨况 那么到时候 可能会有将近200家的旅行社倒闭 担心安心旅游补助 碍于经费问题提前喊咖 国内的旅行社商业同业工会 和相关同业出面向政府喊话 别让营运艰困的旅游业雪上加霜 希望政府能够信守承诺 能够到10月底 让旅游业没有后顾之忧 否则的话 这一次的冲击可能会造成 至少有好几百家的旅行社 可能会宣布倒闭 就怕在线倒闭裁员潮 全台各地旅游业者 似乎已经人无可忍 政府保证嘛 那你民宿也保证 那你怎么会突然叛咖呢 不能失去愚迷 如果说你这样子 戴然而止的时候 其实对于整个旅游业者来讲 我们怎么去处理 目前已经有不少旅行团 接下10月的订单 如果美团已经带电5万元的订金 以5000个还没出团的旅游团来计算 估计已经带电至少2亿5000万元 而这些钱该由旅行社吸收 还是转嫁给消费者 恐怕会出现许多旅游纠纷 一旦状况没改善 估计甚至会有近200家旅行社倒闭 1万多名旅业人员因此失业 不止业者受影响 对于刻意想必开暑假 想等到10月再出游的自由行旅客 更有人大喊不恭 来不及的人就没办法 因为毕竟还是拿纳税人的钱 去缴那些钱 所以如果你让他无限延程 也是让其他人多付那些钱 要怎么平行民众和业者的不满 安心旅游经费缺口争议 恐怕还有带更好的解决配套 记者纵不倒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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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